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俗称过动儿 英文叫ADHD 是一种精神发展障碍 常常好发于儿童和青少年 与大脑功能失调有关 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发病原因 但过动和好动 一般家长很难分辨 我的小孩就比较 就是有活力 就是动来动去 跑来跑去 在家里就是跑来跑去 有时候就是一直找妈妈 好像不能自己坐上来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还有有时候在学校 老师也会说 他好像就是 就什么出去争利益的 还是什么的 好像就是想老师去关注他 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 是不是有一点点这个情况呢 他可能生活当中 常常会漏掉一些细节 或者是很容易分心 恍神 或者是他常常忘动忘息的 等等的 那第二个特质呢 就是过动冲动的部分 活动量可能很大 话很多 动不停 或者是呢 他比较没有耐心等待 比较冲动一点 常常别人说话还没说完 他可能就开始发问 或是一直举手 或是插话等等的 那这两个情况 可能在靠动的孩子上面 可能也会出现到 那但是怎么样 才会需要去医院去就诊 或者是去评估呢 我们可能要看孩子 是不是在跨情境 都有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他在家里也会 或是在学校也会 然后在外面的情况上面 也都会 第二件事情要注意的是 那这个东西呢 对他的生活 有没有造成影响 比如说 会不会影响到 他跟同学的人际关系啊 常常同学跟他 他就会因为这样的 常常有冲突 许多家长和照顾者 在遇到过动儿 却不知道如何相处 往往家长过度的情绪 反而会造成 孩子有更大的负面反应 我们在交代指令的时候 或是我们在讲一些原则的时候 尽量清楚 然后具体 还有简单明了 不要跟孩子讲一大串 好像在努力 在跟他说道理 但是孩子可能注意力 没有办法持续那么长 所以他会知道 不知道到重点是什么 所以我们只要跟他讲说 你现在不要做什么 然后跟他讲 现在可以做什么 在不要的同时呢 交代他说 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 这样子孩子会更加知道 可以怎么去做这样子 如果今天查理呢 是一个 就像我们刚刚讲 说动量比较大 然后注意力比较专心的孩子 那他可能生活当中 常常会听到哪些话 基隆市卫生局 宣导正确观念 今年和时间的幼儿园合作 举办亲子讲座 由专业的心理师和家长 幼儿园老师进行 卫教宣导 除了让家长建立正确观念之外 也让幼儿园老师 学习如何和小朋友相处 基隆市卫生局 邀请我们四名朋友 一起来认识这个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我们除了用传统的方法 用单章 我们也用了比较新的媒体的方式 包括基隆Podcast 或说说心理化的Podcast 我们跟这些频道合作 教我们四名朋友 什么叫做ADHD 这可以在我们卫生局的网页上面 或我们的Facebook上面 找到这些连结 除了在新媒体上面 我们也进到幼儿园 目前至少已经进到 十家幼儿园 跟家长 还有老师 讨论怎么样来照顾我们这些 注意力不足过动的学童 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了解 这些心理健康的主题 注意力不足过动的主题 我们才会知道 怎么跟我们的孩子相处 我们希望透过这些 不同的媒体方式 让我们学会 认识 理解 这些学童在成长的过程中 需要的帮忙 卫生局呼吁家长 不要忌讳就医 过动症 如果可以及早评量 加上适当的疗愈 过动症孩子 也可以快乐学习 成就不凡人生 记者 黄少民 记录报导